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充满了情感和力量 他的声音不仅仅是音乐的传递 更是情感的交流 他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未来的希望 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音乐天才的内心世界和成长之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另外BEARBO的八月封面人物故事周深专访当中 周深也说终于能在我自己的场子里跟歌迷在线下见面 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重大 没有一个歌手会不渴望自己演唱会 周深亦是如此 只不过周深渴望的不是卖票 而是和粉丝见面 所以他发出以上的感慨 他把演唱会的主题定位深深感谢你 他说这一次的演唱会不是传统意义的巡演 而是自己特地创造和粉丝见面的一次机会 因为这几年的特殊原因 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 正如人物杂志专访说 说的那样 三年前突然被隔离在家 已经逐渐习惯了对着空荡荡的演播厅唱歌 这对于一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歌手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而歌手最大的魅力一定是在现场 现场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一定会有偶尔几个音飘一飘 但是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所以周深渴望见到歌迷 渴望现场那种呼吸同样空气 感受同样频率的感动 所以在忐忑紧张中 他问自己最想对歌迷说什么 最后却浓缩成了感谢两个字 所以演唱会那天 他把自己从卡布开始到最后成为周深 再到未来 都通过一首首歌展现给了歌迷 一次次的鞠躬 一次次的感谢 歌者无畏 周深无畏 相信不久的未来 周深会有更多自己的场子和歌迷见面 好多人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你们会觉得 哇 一万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但是谢谢你们 不论我觉得 一万这个数字 原来有赢赞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其实 之前也有过学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今天这一场 就像是我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然后我们今天的准备是 没错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孩子 可以走着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也真的是因为你的光照在我的身上 所以今天这场演唱会叫做 深深感谢 谢谢你们听着我 谢谢你们 愿意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那一个 是不是找到那一个不太亲眼的我 也谢谢你们能够选择我 然后也谢谢你们 在是卡住的时候 或者是周深的时候 你们都在 谢谢你们 我都有听到 我都有看到 所以深深感谢 谢谢 她好像从来不吝啬自己的眼泪 正如周深在节目中所说 唱歌是我表达情感的方式 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传递出 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她自己的鼓励 更是对所有有梦想的人的鼓励 她的泪水是对生活的感激 和对未来的期待 也是对那些曾经支持她 帮助她的人的感激之情的表达 她的音乐才华和成长经历 告诉我们 每一个成功的人 都需要付出努力和坚持 同时也需要学会 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我先生总是害羞 总是说我只是一个唱歌的 谢谢你们喜欢听我唱歌 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 被他的歌声照亮 因为他的歌声 反而更爱这个世界 那一句 谢谢你选择唱歌 不是客套的 也谢谢你们 听到我 应该说是你们把我变成一个 应许 你们总是说我在 需要的时候拉你们一把 我应该说是谢谢你们让我去成为了这样一个英雄 你们也千万不要忘了 你们也是 无数次把我拉起来 给我力量 把我 放低了自己 然后把我据托起来的那个英雄 所以只想说这一句 谢谢 好 你看到了吗 现在呢 有外的 这次北京限定场的开场曲 我想就是与歌名有关系吧 就缘起 就我 我不会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去听到我唱歌的 或者从什么时候去知道周深这个歌手 或者可能只从名字 或怎么样 开始慢慢从节目里 综艺里 或者是电视剧里 电影里 动漫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很好奇我们的缘是从何而起 所以第一首歌是这样 但最后一首歌的话 我一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都会演唱不想睡 因为这是在卡布 还在 就是说还在网上给大家唱歌的时候 我都会在用这首歌结尾 我就是在这首歌里 有念过无数个人的ID 有跟无数个人说过晚安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带着卡布一直在往前走 也包括带着 从一开始 就听我唱歌的那批人一起往前走 然后慢慢 在很幸运的接触到现在的声米啊 或者其他的歌迷们 一直一起往前走的一个记号 一个符号 我觉得 很多人可能不太懂这个点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懂得都懂 就是 哦 第三个 啊 看到这个人做什么时候 是什么感觉 第一反应是诧异 就是啊 我做什么了 然后后面一看是舞台 好开心啊 一个舞台能够被大家去听到 或者是被大家去感兴趣 我觉得是对歌手来说 很多时候会 甚至会觉得 有点点小奢侈的一个事情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会好奇 是什么事情吗 因为你第一反应 根本不会想到是舞台 对 因为大家肯定会更多的 会关注到一些可能 其他的 可能某个综艺的片段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点进去是舞台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我夸人的话 我夸人的话 好 好